大家好,我是战警人士,今天继续恶魔人的剧情解说 经过多次的失败,泽农也有了一些急躁 派出了新的恶魔,马美姆 读音,妈妹姆,这个就是音译啊 叫他和魔将军赞尼一起干掉恶魔人 虽然马美姆觉得自己就可以胜利 但也只能倾从魔王的命令 马美姆可以化身为水,水下是他有力的战场 并不想和赞尼一起行动的马美姆 立刻就给赞尼了一个下马威 利用能力将赞尼困在了自己的领地附近 恶魔人和美术一家来到海边附近游玩 而马美姆也早在这里埋伏多时 可以空水的马美姆利用海浪 将恶魔人和美术一家冲散 恶魔人和美术醒来后 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贝壳体内 两人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珍珠化 贝壳内部会有水滴滴下 心眼看掉一条鱼很快就变成了珍珠 不想在美术面前变身的恶魔人 光不凭人类的身体无法打开贝壳 美术突然被附近的一个怪物抓住 并且晕了过去 这时恶魔人才敢变身 攻击贝壳一段时间 却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最后终于发现了弱点 用翅膀划破 贝壳终于被打开 恶魔人带着美术冲出海底 放在安全的地方 然后去找马美姆 马美姆再利用发辣水来破坏城市 这时恶魔人也终于赶到 并询问被掳走的另外三人在哪里 马美姆将恶魔人打下水中 在水下双方开始战斗 水中的马美姆果然战力大增 不过恶魔人假装晕倒 马美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将恶魔人带到了关押美术父母的地方 恶魔人立刻将美术父母救走 而魔将军赞尼也破解了马美姆的换术 恶魔人和马美姆双方在岸上继续战斗 恶魔人一击就把马美姆的法杖打废 马美姆变身了一种形态和恶魔人战斗 却被一招恶魔光线彻底搞定 不过美术这边正好被魔将军赞尼发现 美术父亲醒来看到的人是恶魔人的人类形态 而美术看到的却是魔将军赞尼 可怜的美术为了躲避赞尼 不小心掉下山崖 不过赞尼为什么不看生死的直接撤退 也是个谜团 恶魔人回到当初放置的地点 发现找不到美术终于在山崖下方找到了他 美术醒来得知父母和弟弟平安无事 再次晕了过去 受伤的美术被送入急救车中 恶魔人十分愤怒 如果原来的恶魔他是被动反击 那么现在他已经决心毁灭恶魔则农 美术进入了手术室 美术的父亲和恶魔人坐在椅子上 恶魔人回想起了和美术的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遇袭击 包括西雷姆 洛克菲尔 伊亚蒙各种恶魔 到最后魔将军赞尼 恶魔人认为是自己的原因 只要自己离开美术 美术就不会再被恶魔袭击 美术的手术非常成功 恶魔人也表示十分开心 彻底放心的恶魔人 开摩托来到空旷的地方 变身恶魔人飞往恶魔族的领地 不过这一切都被恶魔族的间谍冰村岩看到 回到冰川的恶魔人 却发现没有一个恶魔 这是冰村岩出现 说魔王和恶魔族已经去了人类的世界 果然这个人也是恶魔变化的 恶魔希腊姆 读言 欺姆拉是一个样子有一点像蝙蝠的恶魔族 没过几招 希腊姆就被打倒在地 这时隐藏在一次的魔将军赞尼登场 希腊姆拥有将附近铺满黑物的能力 赞尼利用恶魔人的视线盲点进攻 占了不少优势 恶魔人开始使用恶魔之眼 并冲上去一个手刀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随后利用赞尼的自满 使用恶魔之剑和赞尼的身体反射功能 干掉了使用黑物的希腊姆 双方进入了公平的对战 赞尼和恶魔人对战几个回合后 被打飞到悬崖边上 叫嚣着魔王泽农和恶魔们 现在正在毁灭人类 美术也绝对没有好下场后 就掉入深渊 本来已经离开的恶魔人 为了保住美术 只能回到木村家 大家在购物回来的路上 看到了奇怪的女子幻象 最后双手不受控制 用拳头砸向方向盘 引发了最大的交通事故 这一切都是恶魔的错 读言A-Bi 我们叫非拜言好了 是一个能够操作 对方双手的女性恶魔 触发机关是在镜子中看到她 最后在各地 尤其是恶魔人的附近 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件 比如电视台的主持人 无法控制双手自杀 摩托车的驾驶员 自己撞上了停靠的吊车 学校的老师 用双手揍校长 然后自己打自己 建座和同学也看到了 最后双人互掐 恶魔人赶到时 建座又开始攻击恶魔人 恶魔人用皮带将镜子打碎 非拜言如果没有镜子的话 能力是无效的 建座和同学恢复了正常 非拜言随后逃到校长的镜子中离开 非拜言来到了 妖将军穆赞的面前 穆赞和上一次死掉的赞尼 同是魔王泽农手下的干部 非拜言说自己拿恶魔人没有办法 穆赞赐予了他一把特殊钥匙 钥匙可以把一个房间 形成特殊的结界 可以把恶魔人 拉入镜子的世界战斗 非拜言成功使用了钥匙 并把恶魔人从现实中隔离 当恶魔人探入被毁坏的镜子时 就掉入了镜中的世界 看到了巨大的非拜音 镜子世界恶魔人终于成功变身 不过脖子上的伤口影响了发挥 这时非拜音所有的手 全部出现抓住恶魔人 恶魔人使用恶魔之翼挣脱 然后一脚一手刀加上恶魔光线 就搞定了非拜音 恶魔人爬回来后 使用钥匙让房间恢复原样 一日后整个城镇中出现了 非常难得的流星雨 小镇的大部分人都在观赏 而这其中出现了 貌似只有年轻人 才看到的红色流星 所有看到红色流星的年轻人 眼中都闪现着红色的光晕 从无限电中 恶魔人听到了恶魔族的信息 突然听到了美树的惊叫 赶到之后却听美树说 只是做恶魔而已 美树一带入睡 会梦到粉红头发的人头 这个人头就是恶魔 读音Psycho Juni 我们也以Psycho Juni好了 不过学校中不止美树艺人 也有其他学生精神恍惚 恶魔人的整个班级都没有什么精神 并且全部声称看到了红色流星 随着课堂的进行 恶魔人的同学整个班级都进入了睡眠 尽管老师十分抓狂的制造声音 也没有什么效果 睡梦中的学生 包括美树都看到了Psycho Juni 威胁大家不要和别人说出自己的事情 就让大家感受到在睡梦中被焚烧的感觉 下学后恶魔人知道了噩梦的事情 通过一点小计策 成功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 今晚十一点 所有人都必须去某个地点集合 不过说出情报的女同学 也体验到了浑身被烧的感觉 但这只是精神暗示 最后同学被救护车接走 昨晚十一点 所有看到红色流星的人都自动起来 朝着一个地方前进 到达地点后 恶魔人揭穿了女人头的身份 恶魔Syko Juni 随后恶魔人变身 双方交战 将Syko Juni按入水中 反被对方用头发缠住 把动恶魔之刃 也被红色的光波抵挡 Syko Juni变成大流星升到天空 并分散成了小火流星 沾到恶魔人的身上再变回来 这样就抓住了恶魔人 恶魔人反利用这一点 因为离Syko Juni很近 直接恶魔光线消灭了敌人 所有人都恢复了正常 就像做了一个恶魔一样 不过昨天一通折腾 转天上课 还是全部睡觉 几日后美术叫恶魔人 陪着一起练习棒球 但是因为恶魔人的力量很大 还是经常把球打到找不到 练习后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叔 来到了附近 车后座放着一个箱子 这是日本以前一个娱乐方式 叫做纸织居 所谓的街头纸织居 就是街头卖艺 还没有电视的时候 非常受孩子的欢迎 在见识普及后 这种娱乐方式 才渐渐的消失 现在不清楚日本 到底还没有纸织居 大叔先给小孩子 发了一些画着怪兽的卡片 当然也收取了一些铜板 随后从箱子的上方可以打开 讲故事的主体 插画就放在上面 美术和恶魔人也来到了这里 恶魔人一眼就认出了画上的恶魔 是妖将军目赞和新恶魔 读音 达贡 我们叫达贡好了 大叔的故事是 妖将军目赞命令达贡消灭人类的孩子 因为恶魔是长生种 人类早晚会老死 只要没了孩子 人类就会灭亡 故事还没讲完 大叔就发现了恶魔人 这时四周突然出现了浓雾 大叔也消失不见 恶魔人让美术不要乱动 一个人追了上去 恶魔达贡就藏在了一幅画中 他告诉恶魔人是无法阻止他的 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孩子们的四周武器也消失不见 夜晚恶魔人在家中 思考如何对付达贡 讲故事的地点 又有一位社畜经过 胡编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 吓得社畜赶紧回家 社畜回到家中 想要努力考上东大的儿子 正在努力学习 突然从抽屉中出现了妖兽 一度让他认为自己学习过多 出现了幻觉 社畜正在日常被妻子训斥不上进的时候 听到了孩子的惊呼 来到房间后看到的是被破坏的房间 和受到惊吓的孩子 此时附近各地都有妖怪出现 虽然没有出现伤亡 但是孩子们都被吓得够呛 建座的女同学也出现了恶魔 打电话过来求助 恶魔人带着建座乘坐摩托 向同学家中赶去 在门口正好碰到了破门而出的恶魔 不方便变身的恶魔人 只能让恶魔逃跑并追了过去 在农屋中恶魔人找到了达贡 原来孩子们遇到的怪兽 都是白天时获得的恶魔卡变化身 恶魔人变身 一脚就打断了达贡的牙齿 恶魔幻象全部消失 达贡使用喷雾衍生 而恶魔人使用恶魔之刃破解后 将它带到空中 使用恶魔之刃被对手缩壳防住 最后两个回合就被恶魔光线消灭 事情再一次解决 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 这一期我们做了是13到17集的 剧情解说 这次感觉做了点多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